高雄一对夫妻开车去六龟玩 正要回美农住家的路上 不明原因突然逆向行驶 跟游览车发生对撞 丈夫一度受困车内 而妻子被揍出时 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仍然寻稿不治 对撞的游览车上 当时也是满载出游的旅客 驾驶说他一发现交车逆向 就有马上按下喇叭提醒 但是对方却是毫无反应 游览车缓缓上坡 红色交车却突然逆向 跨越双黄线直直朝游览车开过来 游览车驾驶降山已经来不及 车头对车头当场撞上 轿车挡风玻璃瞬间碎裂 到处飞散 引擎盖凹折 车身更被大力往后一推 游览车和轿车车身呈现90度 车壳碎片散落一地 轿车上是一对夫妻 丈夫一度受困 消防人员出动破坏器材 才把人救出 至于妻子救出时 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宣告不治 这对夫妻春节出游 从六归回美农珠家 经过台28线中华路 不明原因逆向行驶 和游览车发生对撞 造势的原因 本分局目前正在调查中 这辆游览车载着37名乘客 从台北来茂林丸 驾驶表示 当时交车逆向 有按喇叭提醒 但对方毫无反应 闪避不及才会酿成车祸 究竟为何开到对象 是黄神还是另有原因 恐怕得要进一步厘清 春节开心出游 回城遇上死亡车祸 让家属如何接受 记者柯成浩高雄采访报道